近日,印度高官再次口出狂言称 如果需要,印度军队不仅可以在本国领土上攻击敌人 而且还可以在外国领土上攻击敌人 这句话的意思相当明显 那就是可以越过边境,去攻击所谓的敌人 这句话,充满了挑衅的意味 而此次印度高官放出这一消息 就是在针对巴铁和中国 印度时报的网站上发布了一篇名为 印度已经表明它会毫不犹豫跨国边界的文章 文章称,在一个月前,也就是2017年的12月 5名印度陆军就已经越过印巴边境 摧毁了巴铁境内的一个上所 而这次行动是对之前巴铁打子打伤17名印度士兵的暴布行动 此次越过边界行动 足以证明,不管是巴基斯坦还是中国 印度都可以毫不犹豫地越过边界去打击敌人 印度已经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正在向世界扒出强有力的信息 印度不仅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 而且在别国的领土上发起攻击 印度已经具备了这种力量 是中国和巴基斯坦都不具备的 而且印度的经济已经引领全球 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 在未来三至五年 印度就会超过中国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印度在全球舞台上的奢望正在迅速上升 包括美国、俄罗斯在内的大国 都将印度视作最重要的伙伴和盟国 这又是中国所不具备的优势 这位印度高官还说 2017年 中印两国在边境对峙 印度就明确表示过 现在的印度已经不是当初的1962年 现在印度强大了 完全没有必要再害怕中国 对此 中国网友表示 印度的这番话是明目张胆的挑衅行为 如果说中国没有把2017年 变成再一次的1962年 那么印度现在的做法 就是逼着中国把2018年变成1962年 难道印度忘记了当初的1962年 可是打到你的首都了